主,又來到御語堂 剛才唱這首詩歌說 主領我何往必去? 如果主帶領你,你願不願意去? 大家心裡去答,有時候很困難 不過我記得上一次來這裡 我們是由雅各書開始的 就是《迎戰試煉》 我願意 那時候我記得很多人說很感動 真的我願意 不如我又問一下 到了上個月到現在 大兄姐妹,你有否遇過試煉? 很多人說有 那你還願不願意? 有些願意,有些說不太願意 但是我很感謝主 火速的試煉臨道,有火速的恩典 神也很了解我們的軟弱 以及我們身為祂的子民的情況是這樣 所以雅各書不是說一次就說完 今天我們也要繼續去看雅各書 原來還未完 所以如果你有你的聖經的話 我們看看試煉是怎樣面對的 是繼續的 雅各書第一章第十九節開始 雅各書第一章第十九節開始 我讀的新譯本 我親愛的弟兄們 你們要知道 人人都應該快快地停 慢慢地說,晚一點動怒 因為人的怒氣並不可以成就神的義 所以你們應當擺脫一切的污慰和所有的邪惡 以溫柔的心領受神災重的道 這道能救你們的靈魂 你們應該做行道的人 不要只是做單聽道的人 自己欺騙自己 因為人若只做聽道的人 不做行道的人 他就好像一個人對著鏡子 看自己本來的面貌 看過走開以後 馬上就忘記了自己的樣子 唯有詳細的察看 使人自由、存備的律法 並且時常遵守的人 他不是聽了就忘 而是實際地行出來 就必因自己所行的蒙福 如果有人自以為虔誠 卻不約束他的舌頭 反而自己欺騙自己 這個人的虔誠是沒有用的 再富神看來 純潔無天污的虔誠 就是照顧患難中的孤兒寡婦 並且保守自己 沒有被世俗所污染 我們一同祈禱 親愛的恩主耶穌基督 感謝你 今天仍然藉著你的話語 藉著雅各書上話語 向你的子民說話 主要我們在今天來到你面前 聽到你的話的時候 肯期你刺下我們一個修教的耳朵 願意你的話語打開 就發出兩綱 讓我們見到你律法的奇妙 至於願意你的話語被宣揚的時候 我們耳朵就聽見 願意你的話語進入我們的內心 使我們生命不再一樣 感謝你奉主耶穌基督的名而求 阿門 當我們第一章講到 我們在生命當中 會遇到種種的試煉的時候 我曾經提過 試煉有時候是愛惟的 就像雅各書這個時候 沒有多久 他們公元六十幾年的時候 有羅馬的皇帝尼錄 對教會有大的迫白 這些有點像愛黎 好像伊拉克不變的信徒 受到大的殺戮 大的迫白 也可能在我們熟悉的地方 可能基督徒都遇到一些 不開心的事情 教堂被拆 我們要為這些事情祈禱 但是我們仔細看雅各書 講到試煉 如何營戰試煉的時候 我們繼續看下去的時候 很多時候 不是在講這些大圍的試煉 如果看整卷的雅各書 很快就有 教會如何面對貧富懸殊的弟兄姊妹 是如何處理的 如何面對 如何和人相處 舌頭上 講讚美的說話 或是怨恨的說話 如何面對 富足的人 你要謙卑 如何面對一些 很實際的生活的問題 所以我們絕對相信 今天我們所面對的試煉 很多時候 是在我們的生活上 所遇到的一些 人際關係的問題 人際關係非常非常複雜 所以大家如果聽那些講座的話 都聽很多不同的講座 上課都上不完 甚至有人可以專門拿一個學位 去學習怎樣去人際關係 衝突處理 但是在眾多的學說當中 為什麼我們不先回到神的話語 看看神的話語 要我們怎樣面對 在人際關係當中的試煉 是怎樣的呢 十九節說 我親愛的弟兄們 亦都包括姊妹們 親愛的弟兄們 你們要知道 人人都應該快快地聽 慢慢地說 慢一點地去法老 唉呀 這句說話 其實是講出了人際關係當中 關鍵最大的問題 你為什麼這樣說 原來人際關係當中 很多時候破裂破裂破裂 好像說 夫妻吵架也好 或者父母和子女吵架也好 等等等等等等 很多時候 就算你給那些所謂的 輔導員 社工去跟進 很多時候 最主要是欠一件事情 大家知不知道欠什麼 我暫時賣個關子 說一下一個輔導的案子 他們是怎樣做 有一對夫妻 經常吵架 吵架 吵到無事無刻 吵架 終於找到輔導員 輔導員便建議他們 下次你們吵架 麻煩你 預早 先生也好 預定一下先生 拿一個錄音機錄起他 喊完之後 自己聽一下 你不聽的話 你下次來健康時 播一播來聽一下 先生有機會 下次拿到輔導員面前 看看我們喊什麼 聽一下 大家聽 他們和輔導員在那裡 吵吵大笑 原來這樣的事情 都可以爭吵一頓 又是那些傻瓜 又是那些傻瓜 他們就有個問題 為什麼我們吵架的時候 又不覺得這些是傻瓜 事後聽起來 又覺得很傻瓜 大家知不知道為什麼 原來在人際關係複雜當中 大家生氣了 最大的問題 是少了一個聽字 少了一個聽字 喊吵架的時候 沒有耳朵 只是說說說說說 沒有交流 單向對話 總之不斷地喊 喊完之後 其實都不記得 做什麼事要吵架了 直到聽回錄音機 原來為了這些事情 但是原來聽字 他是最困難的 困難到怎樣呢 現在有些專業奪牌的輔導員 其實他只是做一件事情 我不欺負你 你給了一百元 你跟他說一個鐘 他不給意見 他的訓練是什麼呢 聽 聽你說話 真的 你給了一百元 他只是聽 他的訓練 千萬不要加個人意見 只要專心聽聽他說什麼 寫不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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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一個鐘 而且他說一些東西 我可以預測他說什麼 原來是這樣 是的 還有 除了認同之外 就是paraphrase 用自己的說話 說你的話 是呀 我老婆真的不對 你老婆很不對 是呀 我老公很不對 你老公很不對 我幫你記得 記得 記得記得 只是認同 還有再重複一次 你說話語 等等 很奇怪 很多人看完輔導 下次再給了一百元 又跑去講過 又什麼 為什麼 原來是別人真的學習過的 聆聽裡面是有醫治的 聆聽裡面是有醫治的 就算是三不識七的輔導員 他的訓練就是聽的 其實給不到什麼東西 是認同一下你 聽一下你 他聽完給了錢 有人聽我說話 一個小時之後 啊 舒服了 不過一會兒又不舒服了 所以沒有根治到問題 好像子痛丸一樣 沒有根治的問題 但是有沒有效呢 都是有效的 我們不可以完全 我們頭痛都要吃一下子痛丸 但是沒有根治到問題 但是也有些效 既然是這樣 為什麼我們不看看 神在聖經裡面 和他的子女讀什麼呢 是教導我們什麼呢 親愛弟兄們 你們要知道 人人應該快快地聽 慢慢地說 再慢慢地動腦 哦 原來世俗上這些發現的 這些聽的藝術 老祖神已經教導我們 還教多幾樣更加好的 就是我們遇到什麼問題之後呢 第一件事 我常常都覺得 我預備這堂的道 是跟自己說的 因為大家知道 牧師最多話說的 但是呢 如果要聽的話呢 合上一把嘴 是很辛苦的 主呀幫助我 哎呀 你又這麼說 還有呢 我講話很快 大家知道 慢慢地說 哇 很痛苦 再慢慢地動腦 哇 主呀 幫助我啊 不是啊 真的 我常常都覺得 好奇妙 預備講章 我常常都覺得預備給自己 但是我仔細地想一下 身為一個人 正常的反應 人家講講正常反應 通常不是這樣的次序 我有回想 通常人家說的東西不對聽 或者有些什麼 我覺得自己不對的 第一件事做什麼 砰 發怒 第一件事 有沒有搞錯 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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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这样的反应 但是圣经教导是反过来的 我就想起有一次去一个陪领会 听一个灵命操练的讲座 就是说灵命的操练是反人性的 大家说这不是很残忍反人性吗? 灵命操练很多时候操练什么呢? 操练忍耐 操练爱心 操练舍己 这些都不是我们天然有的东西 我说得很对 那要怎样操练呢? 大家听着看合不合理 当神感动我们要操练忍耐的时候 尤其我们香港来做事很快 男生也是去买东西 买什么?买十样东西 一推车进去最快时间 1,2,3,4,5,6,7,1,9,10 最快时间 哪一队最短? 十样东西 回家 我五分钟内买了十样东西 哈利路亚 阿们 这个是正常的 但是说操练耐性 一面买一面祈祷 慢慢买 等到出去有十条队 祈祷了肚子后 选择最长的那一条 哈利路亚 然后就慢慢 看看前面那些人给钱 一个一个祈祷 为前面的人祝福 哈利路亚 不是为仇敌祝福 但是也为他们祝福 求主保守他们早日信耶稣 然后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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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效了? 有空操练一下 但是我记得有一件事 他说得很有效的 说在LA常常塞车 塞车的时候 就是祈祷亲近神的时候 我这里 其实LA塞车在那一段 我不是很敢开车 我说真的 不敢开车去一些塞车的地方 不过我记得以前 我住在一个不太塞车的地方 偶尔遇到塞车的时候 我就想起 培令会说过一次 塞车的时候 就是祈祷的时候 一路祈祷 一路唱诗赞美神 记得不要眉毛眼睛 结果就 那就是发觉 很多时候塞车的时候 就真的是灵命同神 最亲近的时候 所以灵命的塑造 往往是跟人性反过来的 但是如果我们要操练的话 我们要刻意地去操练 还有刻意地去祈祷 我不知道上个月到现在 有没有人得罪你 他都不知道 你见到他 你觉得他很黑人憎 但是他对你 嘻嘻嘻嘻 其实他都不知道 得罪你有些什么 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人 如果有的话 做些反人性的事 首先祈祷 主啊 他明明踩过我 不过他不知道 求你原谅他 也原谅我 第二 若果可以 怎么样 总要语若和睦 跟他说 弟兄 虽然你不知道 不过我很爱你 你爱我什么 不要管了 我请你喝咖啡 会不会大家肯靠着主的恩典 肯做一些违反我们本性的事 你哪怕做一件事 做一件的话 我相信这个权契也好 教会也好 家庭也好 会不会更美好一些呢 我相信会的 所以他会快快地听 咖啡口 慢慢地说 慢一点地去动怒 但是我很开心的 圣经说 慢一点地去动怒 神从来没有说过 我们不可以发怒 神也没有说过 发怒就是罪恶 没有的 可不可以发怒 可以 但是神对发怒这件事情 有几样的描述 第一 慢一点 不要常常觉得自己那些 就是神的意路 会不会遇到这样的人 我的发怒就是神的意路 你如果不支持我这个议案 就是与神作对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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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一点 听清楚先 慢慢说 真是有一个点 才发怒 是不是 不是不可以发怒 但是记住 虽然发怒不可以犯罪 所以很明显 发怒和犯罪是两回事 发怒到了一个地方 控制不了的时候 或者让罪恶出来的时候 就形成了犯罪 所以发怒没有犯罪 怎样可以发怒不犯罪呢 第一你发怒要有点 耶稣 慢一点来 才确保有点 就算有点 没有犯罪 就怎样 不可含怒到日落 代表什么 你说我计算的 还差两个小时 才是日落 所以我还可以发怒两个小时 晚上发怒不是很划算 晚上发怒到第二天 再出版过了 不可含怒到日落 即是说 发怒短暂时间就完了 完了之后就算了 我最记得我以前有位 还是师母 年纪很大 他说有一次 不知道为什么牧师 不是我 不是在香港 不知道他什么事 师母就 哎呀 就怒了牧师 不看他 牧师在那里开车 他在香港 他又说 怎么知道 我说不看你 一看 那边太阳下山了 他就想起那段经文 不可含怒到日落 神提醒他 然后心想 哎呀 太阳也下山了 那我还生什么呢 我说 那就是主 神的创造也提醒我们 没有含怒那么久 对吧 不过 大家记得一件事情 就算我们慢慢有点才发怒 就算我们发怒也不犯罪 就算我们发怒也是短时间的 不含到日落的 接着那句提醒我们 因为人的怒气 不可以成就神的义 就算我们几有理由发怒 发怒处理的方法 完全符合圣经 Biblical 但是 但是 记得一件事情 我们发怒 是不可以成就到神在地上面的旨意的 我人的怒气是不会成全神的义的 这样怎样才行呢 接着就 我很喜欢雅各书 讲得很清楚 所以你们就应当摆脱一切的污蔑 同所有的邪恶 以温柔的心领受神栽种的道 这个道可以救你的灵魂 看上去 好明又好不明 怎样 摆脱 知道了 污蔑可能也知道 不好的思想 摆脱不好的思想 还有邪恶 邪恶 每个人都知道 邪恶是什么 但是邪恶又是什么 最初我想 摆脱一切的邪恶 就是我没有太邪恶 没有太恶 是不是这样 仔细点查一下 摆脱一切伤害人的意念 特意害人的意念 大家发现吗 当我们有 不好的思想 污蔑的思想之后 接着是有什么 你得罪我吗 有一套片很有趣的 他说什么 十倍风寒 嘎嘎嘎嘎 十倍风寒 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一套 什么紫尺尚书 是入剧 圣经不是这样教 也不用看那一套入剧 圣经教导我们要 摆脱一切的邪恶 即是对人有伤害的意念 摆脱 是什么呢 以温柔的心去接受神的道 这个道可以救我们的灵魂 我们今天坐着神的灵魂 是因为听到神的道 听到神的道之后 我们领受了我们的灵魂才能得救 这个道是得救的 但是感谢主这里说 这个道可以使我们得救灵魂的道 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好处 我们需要以一个温柔的心去领受 这个可以见到 神的话语被宣讲的时候 什么时候在我们身上 会有好处的出现呢 就是我们以温柔的心领受的时候 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 当你的桌面 有些你很喜欢吃的美食 什么白切鸡、叉烧包 或者你喜欢吃鱼生 总之你最喜欢那盆东西放在你面前 你如何享受它的好处呢 就是传着感恩的心去吃了它 你才能享受到它的好处 否则神的道也是一样 说了很久很久很久 你如何享受它的好处呢 得救的福音 你如何享受呢 你要接受 上星期 穆斯在这里讲福音主一 虚空的虚空 如何超越虚空呢 接受主耶稣基督 我再组一个朋友 如果你是来了教会 很久也好 很短时间也好 你在这里听到福音 说原来有个神很爱我 我想相信祂 只要我有不完全的罪 得罪祂 求主耶稣基督 结净我的罪 八月说 我就可以与这个神 有关系 你如果听到这件事情 怎样这个道理 对你有好处呢 就是要接受 对不对 你就说主耶稣 我相信祢 我接受祢 接受才有好处 吃了下去才有好处 不接受 那个好处不在了 所以就不要说 我小时候听过了 可以了 如果一会儿呼召的时候 你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 你说 是 我愿意接受 我愿意出来 这样 这个得救的福音 就代理是有好处 你说 我很多人 九十百分 我信了主 很久了 很久 我们遇到神的话语 我们都要温柔的心去领受 怎样才可以领受神的话语 温柔的心 调整我们的态度 如果起了降 收不到神的话语 调整了态度之后 还要去领受这个行动 究竟是什么呢 下面有写的 这个领受的行动是怎样呢 就是二十二节 你们应该作行道的人 不要只是做听道的人 自己在这儿欺骗自己 旧的圣经 你合和合本 指示你们要行道 不要单单听道 自己欺骗自己 接着用一个例子 因为人若只作听道的人 不行道 就是一个人对着一块镜 见到自己的样子 看过之后 就走了 不记得自己的样子 原来怎样以温柔的心 领受神的话呢 就是听了之后 走去做 见到那碟东西 走去吃 才有用的 就好像我们得救那样 我们要做决志讨告 原来我们要让神的话语 活在我们的当中 我们需要听了之后 走去做 在这里 我要温集一下 今天的题目 今天的题目叫 《知义行义行道人》 一说到知义行义 就有很多人跟我反映 陈牧师 这个不符合我们的中国古书 古书是怎么写的 古书最早 《知义难行义》 一般人是这样说的 知就知了 做起上来就很难 就好像 你叫陈牧师 慢点说话 快点听 《知》就容易 圣经一说 但做起上来就真的很困难 一般人是这样的 或者现在年轻一代 讲就天下无敌 做就有心无力 知义难行 做起上来很困难 一般人俗语是这样的 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有 但是到了我们的国父孙中山 有没有看过国父纪念馆 我们发现反过来 我们的国父如何呢 自难行义 我说 为什么国父也错 莫非是去美国读书 所以中文不好 不是 中文不好 原来在国父的时代 发现很多人民不醒觉 阿嬌精神不醒觉 就说 有时候人连知道自己的情况 都是很困难 知是真的很困难 其实跟着 知了之后 就会行 原来真的有这样的情况之后 我就想想 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 何时会知难行义 何时会知义难行 我就发觉 我们有两方面出了问题 第一 知难行义 大概是我们的脑出了问题 所以我们的脑不容易了解 大家明白 有些东西不容易了解 以至明明一些东西是可以做得到的 但是我们因为某些的影响 我们的脑 以至我们做 知义就很难 知义难行 就是脑没有问题 手有问题 或者某些东西是我们的脑会知道的 但是做出来很困难 我要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呢 我们被耶稣基督补血救赎的人 神积着圣灵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 以前我们看圣经 看极都不明白 现在我们看圣经 圣灵会感动我们 我们会明白 大家发不发觉 我们灵修的时候 神会感动我们 第二还有一个好消息 就是虽然我们这个新生命 好像一个婴孩那样 但是圣灵会给我们有力量去做 他感动我们明的一部分 大家明白 圣经有一个好处 圣经是神的话语 有神学家说得好 圣经神的话语 可以是被最优秀的学者 在象牙塔里面不断地 不生的研究都研究不完的 对不对 圣经也浅白到 好像一个游戏的水池 小朋友都可以在里面玩的 大家明白他说什么 圣经真的是这样 如果是什么 三个博士学位 不生的精力都研究不完 但是小朋友有些东西看到 一看到就明白 就知道什么要做 这个是为什么 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 在欧洲有一个神学家 虽然有些人说他异端 是新神学派议的 有一个神学家 很出名的神学家 Kell Bach 他去Princeton那里去讲学 有人问他 你可不可以用一句话 总结一下你今天的讲学 是什么呢 他去看一看 这班神学家 会中Princeton的学者 知道他说什么 他说 耶稣爱我 我知道 因有圣经告诉我 神学家 每个人的程度不同 神知的 尚好了解的 但是当我们每个人 打开这本圣经的时候 圣灵就感动我们 做得到的那一部分 大家明白吗 所以每个人的地步不同 圣灵他刚刚好 要我们明白自己 懂得的那部分 圣灵成为我们的力量 可以做得到 你说神要我做什么 这些事情 只是一步比我现在的情况 更高一点 好吗 所以神要你做的 神要我做的 永远都是什么 智而行义 我们看神的说话 神清清楚楚感动我们 也是可以走得到的 智而行义 只要我们决意 不过有一点就是 我们决意做一个行道的人 我们不要做一个 听了不走的人 我们愿意的时候 神会感动我们 做一个智而行义 这里说得很清楚 如果我们听到 听得多而不走的话 就好像什么呢 今早起床 头发又拆开 什么什么 接着我看见 我闻蝦碎拆牙 看见 什么样子 要收拾一下 接着 喝咖啡 吃面包 穿衣服 不记得了 走了去 接着大家就看到 生了天线 看到大家了 不过 提外说 有人说 我如果不梳头 好像文韵人士 所以我一定要梳头 梳好一点 不过 如果我们看了一块镜 又不梳头 又什么样子 就是我们 听 大家都觉得很奇怪 很奇怪 有没有基督徒 听到 一年 两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听得多 走得少 有没有 拜拜 聖经就说得很悟然的 如果你是这样的话 即是早上见到一块镜 不梳头 跟着 其实你这样 什么样子 大家都知道 有什么后果呢 神的福气 神在我们生命上的计划 便不完全 便不完备 便换不到出来 所以二十五节就说 反正 唯有详细 拆看那使人 自由 传备的律法 传备 提了 大家记不记得 使我们完全 使我们达成目标 神的话语律法 是使我们完全 使我们达成神要我们做的目标 所以我们如果详细地看这个律法 并且遵守的人 他不是听了就忘记 他是实行出来 就必因自己所行的得到福气 合理吗 就好像我们听到耶稣多少福音 我们肯信耶稣走出来 我们便有永生的福气 我们这一生如果听到神的话语 肯去做的话 我们便有续战续静 灵命在主里面成熟 最近很感恩 很感恩 我顺便提一提 因为我有亲戚来探访 帮忙看孩子等等 我很感谢粤语堂的弟兄姐妹 哎呀 哎呀 陈牧师 你来呀 我来探望你 哎呀 陈牧师 我带她去扎果 什么什么 感谢主 因为你们肯听到又行到 你们是蒙福的 基督的福音 亦都恩着你 成全了 原来有事要做的 两种方向我们可以做 第一 我们应该做一些 应该禁止自己去做一些不做的事 第二 我们应该要自己去做一些应该做的事 这里讲一下例子 给我们听才好 我很喜欢有一个书 自己不用预备 怎么预备 可以讲一下 怎样做 26节 不做些什么 如果有人自以为是虔诚 却不弱触他的舌头 反而欺骗自己 这人的虔诚 是没有用的 第一件事 我们想不做些不应该做的事 我提醒我自己 如果我自己不知道 我说的事 是否对 暂时就 不要说 神给我在灵修的时候感动 你愿不愿意 我今天要讲到 灵性的操练是做一些 违反人性的事 神就说 最近 你看Facebook时间也很多 你又常常在灵修的事 不如你愿不愿意 违反一下你的人性 一个星期不灵修的事 主要很困难 然后主要说 你今天的讲道 不是叫做知义行义行道人吗 我说是 那怎么办 那你愿不愿意 主要我已经灵修了两篇 我这两篇之后 我操练 我在你面前纳志 一个星期 不投资了 一个星期 之后我会投资的 实际上 我只是一个操练 一个操练 好吗 好 接着再看下一节 灾夫看来 纯洁没有颠污的虔誠 就是照顾患难中的孤儿寡苦 并且保守自己 没有被世俗所污染 不要被世俗污染 这个看不到 我们知道 主要我都不认识孤儿 又不认识寡苦 那神就说 那谁呢 我说 对 我不说谁 我说 好 我纳志 这个星期 我会多些去看他 探计他 和为他祈祷 合不合理 所以我很喜欢 你们的灵修小组 牧师教得很好 怎样呢 第一件事 大家去看圣经 但就没有查到他 就是博士 就是什么 那些 其实有机会想主要学 就行了 主要学要查深一点 但平时的灵修小组 第一 神对我们说过些什么 爱是恒久忍耐 又来了 忍耐 神对我的感动 要我忍耐 第二件事就是 我在哪方面要忍耐呢 哦 纳住自己的口 哦 我想想想 是的 我说这么多 我怎样去纳住自己的口 Facebook 没有post 一个星期 是的 你要把它化成一个 实质的计划 跟着告诉别人 告诉别人 让你的伙伴 为你祈祷 大家为陈牧师祈祷 千万不要post 一个星期 真的 这样 大家就变成了一个 彼此扶持的团体 我发觉 我们不是彼此指责的团体 是彼此扶持的团体 而大家 辅助大家 去做一个 知义行义的行道人 当我想到这一层的时候 我说 很多东西我们都可以行道 第一件事 我先说一下 因为虽然我们 我们进信会的传统 叫些人出来 大家有没有知道 说完叫些人出来做什么 原来我们美南进信会 早期是由报道会开始的 大家知道吗 因为在美国南部 有一连串的大复兴 大复兴 牧师讲到 尽最后都是传福音的 今天讲雅各书 尽最后叫人信耶稣 什么都叫人信耶稣 然后叫人信耶稣 圣灵大大动工 就有很多呼召出来 信耶稣要来 后来发觉不是 家里有事也要祈祷 缺词也要祈祷 加入教会也要祈祷 所以当圣灵感动你的内心的时候 你说我立志 我要去做 我要信耶稣 我要加入教会 凡是圣灵感动你 你立志要做的 就出来 然后牧师又为祈祷 填缺词表等等 原来是这样的 刚才我没有想到太复杂 或者想到 哎呀行不行呢 出来好 所以我最傻的 我刚刚来的时候 中牧师一说到 我又出来了 又有缺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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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那个陈牧师 常常出去 我就不好意思了 但是其实原本出来的这个缺词 是很简单的 圣灵感动你 你要立志 你就出来的啦 因为 因为不只是听道嘛 要行道 所以待会有感动的要出来 这件事 我希望刚才那个灵修小组的模式 成为大家一个习惯 什么习惯呢 今天听完道了 拿着个外套 等一下你是不是去喝茶 去什么 喝茶 吃东西 成为一个习惯 今天神借着听这篇道 有什么感动你的呢 一样就好了 不用多的 你太多了 记不完 一样就好了 神感动你的一样东西 你就分享 你说为我祈祷 我去做 每个星期做一样 一年多少个星期 四乘十二 大家算一下 多少 五十二 我相信后面多一点 上次我算了一百多个 五十二个星期 我们就做了五十二件 合神心意的事情 这样操练 会变成知义行义 最近有些家庭说 牧师你要帮我们 什么什么 我们三个人一起去为你祈祷 成为一个 我常想不到什么名字 信套 门徒行道小组 灵修行道小组 后来我就想 知义行义小组 或者你说知行合一小组 什么都好 总之就是说 听了道之后 感动一件事 今个星期要做 我希望借着这样 我们的灵命 一定尽心的 我们一定蒙受神的福气 在这个笔记中说 知义 因为 以为 质义深层的 去 立志 立志 因为神感动你要做的事情 只要你立志就可以做了 行义 是因为 质义信服地去执行 神感动我 我计划 我一定要去做 神启示的真理 不是只是给学者 神学家 在这个障碍下的东西去研究 虽然研究非常重要 但是无论如何研究最终的目的 是要我们去实行 行出来 去进行 不行的话就没用了 所以弟兄姊妹 你愿意做一个 知义行义的行道人呢? 如果你今天 听到了这篇讯息 听到了这篇道理 你若愿意的话 请你在心里面 同神回应 说 神啊 我愿意 我愿意做一个 知义行义的行道人 Amen 优优独播 我愿意做一个